我们看一下这题目 某一班共有45人 问卷调查有手机与平板电脑的人数 从统计资料显示此班有 35人有手机 而有24人有平板电脑 假设 A 为同时有手机与平板电脑人数 B 为有手机 但没有平板电脑人数 C 为没有手机 但有平板电脑人数 D 为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电脑人数 请选出横成立的不等式选项 那么这是多选题 首先我们根据题 做这个文字图 那么 这个圈呢 是代表 由手机的人 所成的集合 那这个圈里面 这代表 这有平板电脑 的人所成的集合 那么这是交集 所以呢 A为同时有手机与平板电脑人数 我们组计在这里 那B 就是有手机 但没有平板电脑的人数 C 就是 没有手机 但是有平板电脑的人数 那D呢 就是没有手机 也没有平板电脑人数 那么我们根据 也是条件 这个班呢 有手机的人 是35人 那有平板电脑的 是24人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将 这个图 画成 这里 所列的 这两个图 因为 35是大于24 所以呢 这种情形是 35是把这24包里面 那这种情形呢 是 没有包在里面 但能够 减少到 这里A呢 是14 最小 因为这里这时候是21 跟14 加起来呢 是35 那这里呢 因为加起来要24 所以这里会得到10 然后这时候 21加4加10呢 就是 45 那也就是D 这时候的最小值是0 所以呢 根据 这两个 图形 我们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讨论 由这两个图得知 A呢 这时候最多 是24人 但是最少呢 是可以到14人 不能再少了 那B呢 在这里 最多 可以是21人 那如果是这边的话呢 这时候 B是最少的 最少是 11人 那C呢 在这情形 最多 他是10人 那如果到这边 这种情形的话呢 最少他是0人 那D呢 最多 是在这个情形 他可以是10个人 但是呢 他最少 可以是这种情形 是0个人 所以呢 我们把 这情形呢 都立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这五个选项 第1个选项 A 一定大于B 那么 这是错误的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里虽然A大于B 但是如果这种情形的话 A是小于B的 所以第1个选项错误 那第2选项呢 A大于C 那么这是正确的 不管是这种情形 或这种情形 都是A 横大于C 因此呢 第2选项正确 我们要选 第3个选项呢是 B 大于C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这种情形 或是这种情形 那B呢 是一定大于C的 所以呢 我们要选 第4个选项 B 一定大于D 那由这里可以看出 这也是正确的 我们要选 第5个选项呢 C 大于D 那这并不正确 像这种情形 C是0人 可是D呢是10人 所以这 并没有一定正确 所以呢我们这题答案要选 234 这个答案 那种情形 我们要选须